让会心一笑的画面 网络上最近有一段影片疯传 这是一位两岁多的小妹妹 在家中玩 大力地抬起右脚 结果她脚上的拖鞋就飞出去 呈现抛物线就掉到了 阿公正在吃饭的汤里头 引发热烈的讨论 有网友就说 这个小妹妹怎么这么准呢 还说台湾足球指日可待 小妹妹信之一来 大脚一踢脚上的拖鞋 抛物线飞出 说有多准就有多准 直接掉进汤锅里 哎呦喂呀 这命中红心般的准度 却吓到阿公 捡起拖鞋 看向孙女一副你糟糕了 两岁多的女童 懵懵懂懂这准度 加上带点俏皮的猛感 网路上热烈讨论 网友小凡直说好准 可以报名参加综艺节目 台湾足球项目指日可待 原po也看好女童 必须好好栽培 但也曝光女童下场 罚战收场 小公了得的是这名黄小妹 鞋子飞进汤锅里 阿公腾孙还帮忙护航 但案件太离奇 爸爸好奇掉监视器 看到这槽段也笑翻 觉得很好玩就把它放在 我们自己的一个群组里面 还是要让她知道说 这样子不行 小妹妹懂梯 但拖鞋掉进阿公用餐的汤里 还是遭到处罚 意外效果准度一流 潜力无穷 下回再练 别选在阿公吃饭时 记者黄夫琪台南报道 噶 절� suggesting